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韩明星交流还是很多的 有很多中国女星嫁到韩国 也有很多韩国女星嫁到中国来 但是待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想到中国来的韩国女星都被宠上天了 比如二婚的蔡林 公婆不嫌弃她离过婚 不舍得让她做家务 同样即将嫁到中国的秋慈炫 也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 这里面离不开她们本人优秀的品质 但也离不开中国人的包容 而嫁到韩国的中国女星 究竟过得怎么样呢 韩国是一个过度崇尚男尊女卑的国家 女生在家中的地位还是偏低的 今天就和大家说一位 嫁到韩国的女星 七威 嫁到中国的蔡林秋辞炫幸福 而她嫁到韩国不仅要养家 还被一整容提到七威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 在她的电视曲方面的表现 其实她是一个选秀歌手出道 从《我行我秀》和圆成杰组成男才女帽组合 有一首代表作《卖她十八号》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那时候的七威静力的外表 不输高圆圆 而不俗的歌口也不少人的青睐 在唱而优则演的过程中 七威放弃原本柔美的长发 成为干练果敢的七哥 在表演风格上 也更加趋向成熟爽朗的郁姐形象 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被誉为娱乐圈的心似小花蛋 嫁到中国的蔡林秋辞炫幸福 而她嫁到韩国不仅要养家 还被以整容七威在影视剧的代表作 《有美人心迹》 她在里面是 严婉桃公主 下家三千金中的富家千金下友善 爱情自有天意中一人风势两脚 分别是厨师的女儿方娟 以及山水集团的千金小姐程希 我是杜拉拉中 饰演具有奋斗精神的人力资源部经理杜拉拉 在《你好乔安》中饰演聪明漂亮 自信勇敢的乔安 而在最近热播的《繁星四月》中 七威扮演的是干练 完美的女主播夜繁星 七威在事业上面正在稳步前进 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而在赶 情婚姻上面 七威同样收获了幸福 2013年8月 她和李承逊的恋情公开 在2014年两人凤子成婚 第二年女儿Lucky就出生了 作为在中国发展不错的七威 李承逊的发展显然没有老婆好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七威在养家 当然李承逊能够俘获七威 自然有她的过人之处 李承逊的体贴和细腻 让很多女生都十分羡慕 嫁到中国的蔡林秋辞逊幸福 而她嫁到韩国不仅要养家妻 威出生在一个从小父母离异的家庭 所以个性比较好强 自从宝宝 Lucky出生之后 夫妻两人便把宝宝从韩国带回上海 由七妈妈帮手照顾 他们也得以更好的忙于工作 不过为了多陪伴宝宝 两人都尽量保证不同时出去工作 平日没有工作的日子里 两人便来在家里陪宝宝 饭菜通常都由七妈妈一双巧手包拌 无人敢PK 七威喜欢看动画电影 于是 李承轩就常常陪着一起看 问她 会不会觉得无聊 她闪着无辜的眼神答 不会啊 动画片很好看啊 这字片语间 两人的柔情蜜意真是甜的 都快包裹不住了呀 嫁到中国的蔡林秋辞逊幸福 而她嫁到韩国不仅要养家 还被以整容七威嫁给李承轩之后 越变越美 就有越来越多人质疑七威整容了 看七威早期的照片有点婴儿肥 但不至于整容了 对七威来说 可能最大的遗憾 就是刚嫁过去没多久 小姑子车祸取失了 年仅二十六岁 李承轩当天发微博怀念妹妹 从此 天堂会有你最动听的声音 最美丽的身影 最温暖的笑容 周恩 会有天使替我们爱你 一路走好 嫁到中国的蔡林秋辞逊幸福 而她嫁到韩国不仅要养家 还被以整容嫁到中国的蔡林秋辞逊幸福 而她嫁到韩国不仅要养家 还被以整容现在其微 已经习惯了一家四口的甜蜜生活 和妈妈老公女儿住在一起 是她最幸福的事情 不过她的女儿质 今都没有露过正脸 让大家十分好奇 因为夫妻两人都是眼知破高的 郑爽拿到谢男捧花感动到泪崩 杨幂除了捧花的方式娱乐圈 经此一人婚礼上除了新娘新郎 互发誓言的重要环节外 最重要的就是抛花球的环节了 女生们可是都想接到 这传递的幸福呢 陈子涵带相与夫妇 在西班牙巴塞罗纳举行婚礼 婚礼现场宛如同化 陈子涵更是像公主 幸福的向好姐妹妹 抛出了花球 说起娱乐圈最盛大的婚礼 就要数黄小明和 Angela Baby的世纪婚礼了 Baby身着白 色托尾婚纱 后面的女性们可都想拿到捧花仪 Baby把捧花抛出去后面的人可 都抢得不亦乐乎呢 而Baby在灯光的照影下 也十分美艳动人 高圆圆和赵又婷 这对情侣简直是献杀旁人 婚礼现场也是十分温馨浪漫 抛花球环节圆圆笑得很开心 但是看看旁边的照 又婷好像比新娘还开心呢 笑得眼睛都没有啦 虽然和杰现在的婚姻已经破裂 但是婚礼当时还是十分幸福的 后面的伴娘们都抢着要花球 潘长江的女儿 潘洋婚礼现场可是十分粉嫩 从照片中也可以看出 后面的伴娘团抢花球 不亦乐乎 好像还乱入了一位男士呢 歌手梁勇琦身袭白色礼服 笑也如花 夕阳洒在她的身上 手拿白色捧花 不过身后的伴娘们好像都忙着拍照呢 大S结婚当时 可是把能请的媒体都请了 所以在她扔捧花的时候 也只能看见媒体和相机 不过她看起来还是很幸福的 张洁现在在西藏举办了婚礼 听说那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后面女群伴娘们 争先恐后想要抢花球 胡歌和沙逸的婚礼现场没有过于收迷 但气氛确实温馨 而她和花球竟想击鼓传花泥 流失赤手拿捧花的样子 就像仙女一样 阳光透过投杀洒在她身上 脸上活得拖向仙女下凡 最特别的还是杨幂的婚礼 不仅把娘只请了唐嫣 更是亲手把捧花递给她 如今唐嫣已经找到自己的爱情 希望能把好运通过捧花传递下去 谢男婚礼 郑爽作为闺蜜当了她的伴娘 很幸运地接到了捧花 爽 妹子真的不要太开心 都说女人一生最美的样子 就是穿上婚纱的样子 看了女明星们 穿婚纱结婚的小编是真的相信了 希望拿到捧花的伴娘们 都能尽快找到幸福 欢乐送二官 官成新机狗 乖乖女官官便腹黑 电视剧《欢乐送二》正在热播 《关关相会》是第二季中 变化最大的角色了 她暗恋赵医生 但是她又做不得像徐晓潇那么洒脱 有爱就大胆追求 所以她在慢慢转变自己 为了争夺赵医生 为此她做出了很多努力 从原版小说中 官居儿后期是要黑化 变成一个腹黑女孩 好可怕呀 所以这第二季 官官肯定从性格上有变化 结合小说给各 为讲讲剧情 第一季的时候 官官对赵医生意见钟情 当她知道徐晓潇的男友 就是赵医生的时候 她就把这份情意 默默地藏在心里 其实她的内心 对徐晓潇非常不满 在她的内心 她认为徐晓潇 徐晓潇根本配不上赵医生 所以第二季播放的时候 官官开始偷偷试着 破坏徐晓潇和赵医生的约会 徐晓潇曾问过她 是否喜欢赵医生 官官时刻否认说 对赵医生不了解 所以不喜欢 百明了是口是心非 官官对 赵医生意见钟情 而赵医生 却是自己好朋友的男朋友 这越纠结的剧情 观众们是越喜欢 大结局之后 这个官官写给赵医生的这句话 就火了 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家娃娃 机会隔着玻璃 只想得到你 为了爱情 乖乖的观同学 将陷入一场 注定会输掉的三角恋情 第二季观 居尔摇摘下眼镜 为了夺爱成功 黑化外加装备升级以全新的形象 出现在大家面前 哦 不对 是赵医生面前 升级之后的官官大家 还满意不 官同学虽然变美了 可是并没有拿下赵医生国民邀请的男朋友 岂是那么容易抢的 好在最后官官遇到了一个他爱的人 也爱他的人 这个人就是邓伦饰演的谢彤 他是一位不禁的摇滚主场 现实生活中的邓伦 却更爱安静一些的民谣 这样的反差对他来说也是小小的挑战 而俩人性格中最为像象的 便是都对认定的事情相当执着 不罢休 不罢休